腰间的这个绳子 一定要系紧了 系直了 这个草绳 一定要拧紧了 拧密了 否则编出来的草鞋 容易松散 吴乃川 知道了吗 好 这事让我诚心打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 君华 官僚 买办阶级 大地主阶级 以及互属于 君伐 不是君华 附属 不是户属 君 罚 对 君罚 罚大乡同志 有人找 去位子 湘云哥 好久不见 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我记得上次见 还是在清水堂 以后好多年了 湘云哥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行径至此过来看看你 我可是一进长沙城 就听到你的英勇士忌了 听说我什么士忌 快送下来 跟我收拾 我听说你制斗了罗鬼 还组织农民自卫队 制斗了罗老八 是不是 制斗罗老八 那是因为你们北伐 湘云哥 那些土豪猎蛇 能被我们斗下去 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 北伐军的到来 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 保护咱 他们气眼下去多了 现在还有地主 求着加入农会呢 是吗 北伐军的胜利 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 要是没有农会 帮北伐军编草鞋 用粮食 收情报做宣传 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 对了 这个 你三哥错我给你带的信 三哥 三哥怎么样 好不好 我嫂子好不好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你三哥错我给你带的信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啊 他是气你 只给开慧姐写信 不给他写信 还气你 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 告诉他 做得这么出色 你又唬我 差点被你唬住了 任志先生说了 你没事的时候 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 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 我没毛子可写的 我干的这些 跟三哥比起来 都不值一提 瞎说 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大湘 三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湘云大哥 这是我丈夫 陈芬 湘云大哥 你好 你好 好啊 我们在前线冲锋 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 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湘云哥 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 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这次就不去了 时间来不及 沿路上我都看到了 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 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 我该走了 走了 这么着急 我都还没来得及 给你倒杯水呢 回去再喝 你们保重 湘云哥 你多保重 湘云哥保重 走 任志 进茅期之后 你们茅家又出了一位起女子 茅达香呀 农妹子是一步走得妙啊 那年我们在韶山 斗城去生 虽说有成效 但是也敌不过 他向上面的赵横梯告状 彼时的赵横梯 闲来无事 还派人去抓我 可现如今的赵横梯 已经辞去了省长意志 给地主鹅霸撑腰的军阀 面对北伐军 也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 这个时候 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 一斗一个准 裴任志 泽剑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 估计她是想用革命之剑来预计 剑与剑同一 她愿做革命利剑 披荆斩棘 你这道三哥的 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菊妹子现在干的事情 并不安全 她花剑带鸣 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对 任志 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第六届农奖所的学员 今天毕业 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 走吧 同学们 从五月三日至今 你们经历了 四个多月的课苦学习 和严格训练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今天 终于迎来了你们的 结业之日 恭喜你们 希望各位铭记 农民问题 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做农民运动 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 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 一定要拜农民为师 和农民 做朋友 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 放下架子 敢于和恶势力 做斗争 不许艰苦 不怕牺牲 为农民 求解放 谋利益 好 现在请 各地学员代表 上前 贴火把 星星之火 亦可燎原 望大家 做革命的火种 让革命的烈焰 在各地燃烧 去团结和发展 三万万 九千万农民 改变自己 受剥削压迫的命运 也促成我们的 国民革命 振兴我们的 极贫 极弱的国家 好 应该是 吗 玩拨 卖棒了 卖棒了 卖军下以堂 卖棒了 老头 给我来一份 谢谢 谢谢先生 你看那我呀 这么快就打下来 这才三个人 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 北达军厉害 这可叫石头克服啊 当年 武昌首议 生振华夏 如今武汉三镇进阶克服 诸位仁兄 为革命之城 续写了光辉历史 咱们以水带酒 我敬诸位一杯 总司令谬赞 北达能在短短一个季度 就怜下相恶 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 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敬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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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敬总司令 打破孙传方 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 敬总司令 孙传方一意待劳 江西已经囤积重病 南昌不好打呀 孙军都在外围 南昌军都在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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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军力困难 空虚 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 立下军令状 七日之内 拿下南昌 冲冲说得对 校长 我们第二师 给第六军做预备队 好 那么再敬二位 早日带回 光复南昌的好消息 岁月 小长不必多虑 总理多次北伐 尚且不能成功 您一出马 平两湖有如探囊曲目 如今又亲自来 江西前线督战 这南昌哪有不克之力 总理生前新系北伐 未能亲眼目督开玄 实是遗憾 不过我既为总理精神传人 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 我思存 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语 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 故我已电告广州 陈情迁都武汉 那广州是如何回复的 没关系 赞生兄 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 他提迁都 中央必定采纳 优优优独播剧场 总司令 中央电报 萧衍 来 坐下吃菜 好了 来了 吃吃 吃吃 走 看看 这才三个月功夫啊 势如破竹 大无畅 夜庭独立团再立下齐功 果然不负重望 不过我听说 蒋介是想借此迁都武汉 被联系会议否了 自古守卧中兵者 以武干政乃是大忌 首都又是一国的正事中心 怎可亲眼搬迁 联系会议的意思是 迁都之事 等北伐完全胜利了 再请考虑 是这个道理 我看 蒋介石是打下了两壶 以盛使要挟广州 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 都带到身边 方便一人独大 一语中递 现在国民党内部 嬴汪复职的呼声很高 听说汪也在筹备回国 所以蒋介石是想要挟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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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出这张牵图牌 其至专载揽权权 ftig 行 三二零 整理党勿案 他的野心路人皆知 我看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否觉得电报前脚发出 后脚它的说客 就到了广州 听说会上真的很厉害 张靖江 孙科 都力挺蒋介石 就连暴罗廷的态度 都开始松动了 眼下北伐军 正在江西作战 我猜 南昌城坡之日 就是迁都武汉之时